7月28日消息,NBA休赛期,湖人队巨星勒布朗詹姆斯,近日一直在陪儿子布朗尼打比赛,今天他再度观战了儿子第一场比赛,结果裁判对布朗尼的一个判法,让当教练的老詹叠叠不休了半天。 本场比赛,布朗尼所在的客队Bluetip和对手打得很艰苦,50比49领先时,主队三号球员持球进攻,布朗尼在试图抢断对方三号球员过程中,被裁判吹了罢归。 比赛随即进入暂停,勒布朗像教练一样双手一摊,一脸问号,他对向着自己走过来的裁判抱怨。 这时候,布朗尼和其他队员们凑到一块,詹姆斯则走向裁判,继续向他表达着自己的不满,似乎在说,这个球怎么能这么怕? 老詹对着这位穿着黑白肩条衫戴着眼镜的主裁判理论,这位裁判也不客气,回了几句,他和裁判的对话从暂停开始一直持续到了暂停的结束,詹黄急的就唱下场替儿子打球了,儿子布朗尼表情略尴尬的走过去,准备投入随后的比赛。 对此,网友纷纷点频道,裁判,我就叛华没错啊,你会不会打球,裁判如果给老詹一个体才是最糟的,裁判,那位不懂球的家长,请你做回观众席,这样的抢断我做多了,从来没被吹过犯规,裁判,废话,要是我能吹你的比赛,我也不敢吹你犯规,裁判,你心你伤啊,卧槽,裁判压率好大, 这抱怨级别有点高,过分了,让孩子自己成长这样压力更大,最终,布朗尼的Bloachis通过加湿赛,一一分显胜对手,赛后,詹黄父子接掌庆祝,父子接掌。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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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